别小看这群小朋友 因为每一位参与水颤演艺的人员 都要摘戒如素 来呈现身心庄严 他们以最亲近的心深入佛法 再来认识这位陈兴燕 她是慈祭小学的一位家长 孩子入心脏 回家就告诉妈妈说 妈妈我们要摘戒哦 刚开始陈兴燕觉得蛮困难的 因为她曾经是肉食主义者 后来在孩子的坚持下 妈妈终于诚心诚意地 跟着小朋友一起摘戒 一家人也体会到了 如素对健康大有帮助 你今天会来彩排吗 会哦 拿着电话不停地联络 慈祭志工陈兴燕 因为小孩就读慈祭小学的姻缘 投入水颤演艺 而抱着甲后道秀博的心态 广要学生家长一起摘戒入水颤 一开始她跟我讲要吃素 我蛮抗拒的 因为我本身是肉食主义 对 然后后来就想说好吧 因为她的热心 我觉得如果说我再把它推掉的话 我觉得好像会辜负她的心意 而且她会不定期地会一直监督我 我真的吃素是有益身体健康 因为这样的热心分享 陈兴燕前后总共邀约了七位家长 投入水颤演艺 而摘戒如素这件事 也落实在她的家庭 不过从前没有吃素的她 在孩子如素后 却被孩子问倒了 老大就问我说 妈妈你说的那个因缘果报这么恐怖 那你自己为什么不吃 那其实那时候我想说吃素其实是一种习惯 那因为我小时候我妈妈没有叫我吃素 所以我现在改好像有点困难 我想说她那么小让她改比较快 她就说妈妈你说的这么恐怖 你为什么不吃 那我就说 后来就因为这样我就吃了 现在不止全家如素 就连家里头的宠物狗也加入家人的行列一起吃素 也因为入水颤 陈兴燕了解护身的重要 她更希望能够利用手语说法 让更多人亲近正念正法 大家新闻 真山美志工徐景仪 吴明伦 花莲报道